这里就是知名的伯克莱大学加速器SKYDEC 台湾新创公司行动贝果以人工智慧引擎DECANTER 莫选进入SKYDEC 到底什么是AI引擎呢 非常简单 它就像是一个傻瓜相机 就是说你不需要有任何的背景知识 你只要把你的资料丢进去DECANTER 它自己就会跑出一个最准的 最准确的资料模型 然后就可以开始用那个模型 然后whatever你是要用来预测 就是你的客户离网率 或者是预测你的存货 这些等等都可以 所谓电信公司离网率 就是客户跳到另外一家电信业者的预测 行动贝果已与中华电信和日本软银合作 成功将六个月的数据分析 缩减到两周 除了离网率销售预测和机械故障的预测之外 这套系统也有助于人力资源管理 跟制造业去合作 他们的一个就是直接人员的离职预测 然后这一块呢 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是有大概一个月 就可以帮他们节省三百万美元的一个规模 因为基本上离职率只要降低一% 对他们来讲就是节省三百万美元 行动贝果这次入选博克莱加速器 Skydeck的Hot Desk 这个加速器与500 Startup 在矽谷都属于顶级加速器 博克莱在2018年被创业分析公司PitchBook 选为全美新创最爱大学排名的第二名 仅次于史丹佛大学 甚至赢过了东岸的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 那么国际级加速器如何来协助新创公司呢 所以你只要有兴趣的问题 你只要联络Skydeck它基本上都会帮你去做连接 不管是在其他的市场 或者是有任何的募资上的问题 或者是商业上的问题 都可以通过Skydeck去做结局 其实他们的很多讲师都是在业界 就是很有经验 比如说很多讲师都是一些VC 或者是Angels 他们之前也是自己有开过公司 然后可能是跟我们同一个领域都是在软体业 或者是在制造业电信业 所以他们可以给我们第一手他们的过去的经验 透过参加各种软体竞赛 和申请进入国际级加速器为发展的模式 目前在台北和矽谷 一共有30名员工的行动被裹 希望未来能够拓展到日本和上海 让国际上能够看到台湾扎实的科技软实力 环宇新闻特派记者曾玉京在矽谷的采访报导